现在我来介绍常见的无穷级数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收敛跟发散的一些条件 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几何级数 这个的话是在高中高纸的范围的话 我们称它为无穷等比级数 怎么看呢 n等于零 我们从这边开始 如果我们把它展开来是什么 A加上ARN等于1AR平方 一直加一直加 这是一个无穷的等比级数 所以我们它的极限值是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各位同学的话记得一件事 这边的话无穷等比级数 这边要会写一一减掉公比 分支A1 这就是A 这就是我们的极限 但是重点是在哪里呢 它要收敛还是发散 这是要有条件的 我们无穷等比级数 它的收敛的条件是什么 何谓收敛 这个极限值要存在 收敛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要求要什么呢 我们的公比 要小于1 公比的绝对值要小于1 否则这个极数就发散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必须要很熟练 因为我们在判断很多我们不知名的一些极数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这种几何极数来做比较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另外一个很常用的无穷极数 叫做P极数 这种极数是这样的 1的P次方分之1 加上2的P次方分之1 加上3的P次方分之1 这个地方我们在利用积分审练法 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让各位同学了解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收敛还是发散的 我们要把这个相关的资料要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是P的话 是大于1 超过1以上 它是converge 这个是收敛的 假设P等于1或小于1呢 如果等于1 各位同学知道它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调和极数 是发散的 如果小于等于1 那么通通都是发散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熟练了刚才的几何极数 这个的P极数 因为我们很多很难的题目都要跟这个来比 如果它收敛 它就会收敛 发散 会发散 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有一些叫做比较的方法 来做一些难题的一个解法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